福罗山贝是槟城榴莲的盛产地之一 沿着山路一路去到福罗山贝 不难发现很多榴莲档口 享有榴莲之香的美誉 槟城出品的榴莲最为上等 每逢榴莲季节 更是吸引国内外游客 到访槟城的一大卖点 福罗山贝著名的榴莲有 葫芦 红虾 茅山王 黑刺 青皮 白肉 梅花 凌凤椒等等 在冰层是没有这样割下来的 我们都是等它成熟自己掉下来的 它割很多的可以去割 要等它掉很难熟成不多 一下子一阵子一天可以割很多 可以可以收紧 然后我们这些自然掉落 就不能熟各天这样子就出水了 不过现在啊 马来西亚榴莲啊 别说气候变到丸 一绑一个季节有时候三次绑滑 它一掉啊好像匆匆忙忙一直掉 很快半个月就掉稳了 以前啊它能够一跌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才会跌稳 它的货足太多 每个人的圆球都掉很多榴莲的 故事讲我们掉多 其他人掉不多 这样一次过就很多人 它就掉价 今年的茅山王它的 因为天气 它品质有没有讲好啊 所以它的价钱就有被拉低下了 今年的榴莲价格 介于每公斤20至70令吉 今天要吃新鲜的榴莲 整天都要来马来西亚榴莲 此时再次继续 混费